山东科技大学化学工程工艺专业 大家好,我叫耿乐群 一群快乐的人的乐群 我来自山东科技大学 大四,即将毕业 虽然是化学工程与工艺的出身 但是我对做实验实在是不感兴趣 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 想寻求一份运营类相关职业 因为这四年以来 我一直从事管理和运营校园创业团队 其中做的比较好的有两个项目 第一个是校园物流 四个月配送超过15万单 第二个是校园文化山 现在我们目前覆盖山东25所高校 营业额在17万左右 我有一个性格特点 也是朋友们对我的评价 他们都说我脸皮厚 不过我很喜欢 另外我的学习我想提一点 我担任过两年谈诗书 发表过一篇国家级的学术期刊 另外还有一个专利 发明专利正在审核中 谢谢大家 耿乐群用三句话可以来总结他 你看是不是 拉赞助拉得多 对吧 可以这么说 做生意做得好 对吧 也到位 爱女人爱得很 对吧 吵着 好 那我们从哪一点开始说呢 爱女人 好 那你就说说你爱女人爱得怎么很 我记得高二的时候 然后我看上了隔壁班的一个女生 然后我就想尽各种办法去跟她沟通交流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他们班的有一个男生 就向他说我的坏话 有一天晚上我就领着我们班18个男生 去到隔壁班 男生的宿舍把他给 PO了 然后到下晚上那个男生就住院了 再后来我就把那个女生给追到手了 那个男生伤得怎么样 高过好像是苦涨了 你动手了没有 没有我在看 你跟那个女生现在还处着 对对对 现在我 突然现在我还处着 那那个女生知不知道你叫一帮男生 就打那个男生 不知道 现在她知道了 乐泉 我觉得你说这个故事 你讲得很自豪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已经犯法了 而且的话 学校难道没有处分你吗 你把人都打进医院了 而且叫了18个人去打 你非常自豪地在说这件事情 而且你是刑事案件的 这个 没有我没有自豪 当时也是高中冲动 后来的结果就是我们都找那个男生道歉了 然后也得到了他们家人的理解 那你现在拿他来说你是想加分 你还是想减分呀 跟我们说这个 没有啊 就是土蕾老师提到了 然后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你不说谁知道 而且他说的时候 那个 他也是 有以为死 反以为荣 对 关键在你把他选择作为第一个要向土蕾老师清土的秘密 你简直没到我们悬要 其实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说 有一男生嘛 年轻嘛 不懂事嘛 你现在就翻翻那些网络上的那种校园暴力 特别不明白校园里面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力气 这父母看了得多心疼 或者是你们的兄弟姐妹那样 十几个人打人家一个 你内心做何感受 为什么要打人 这搞不明白 我以前是冲动一点 但是经过上大学期间这一时间的磨练 然后现在我也懂得了如何取爱和怎样取爱 这件事情从此绝口不提 对 因为那是你的人生污点 而不是悬要点 明白 明白 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误 我要积极改正 从来 因为从来之后 我就在那儿没跟别人动过手打过架 因为从来之后 我也觉得我理性的许多 好 说第二件事 我们大人的时候 做这个校园物流 就跟打打一个公司合作 我们先是四个月 配送了大约是十五万单 明天每天维持在一千五百单左右 我有自己的团队在学校园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校园文化山 大三那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这上面 进行线上 线下的宣传 线上主要通过五八赶集 天猫 淘宝 京东 这样之类的 然后线下就是我亲自去联系我的同学 后来的话 我们规模就做起来了 业绩 十四五万 十四五万 现在还在做吗 今年是最后一次了 那你干脆去创业得了 你干嘛来应聘 创业 创业做得不错 三到五年之内我不会实行业 我会在一家公司踏踏实实认认真正的工作 争取利用三到五年的时间 使自己成长为一个能够临危生命力挽狂澜的人 你要求薪资多少来着 八千 这个转正工资 你现在是只能实习吗 对 我现在明年我才毕业 对啊 实习工资多少 四五千 四千多 到底是多少 不低于四千 那就合适了 四千差不多了 来第一轮选择虚核瘤 天生我有才 职场测评题 在一个大型招标会议前的酒会上 你的竞争对手当着你和众多客户的面 将公司产品贬得一文不值 你应该如何应对 A 微微一笑 不知可否 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B 当场跟该竞争对手对峙 争辩 C 请招标方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制止 D 微笑着指出对方指责中的漏洞 然后转移话题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会选择A 微微一笑 不知可否 你这种人不像是那种保守性 应该是进攻性 在职场上面就是稍微有点保守 要文雅一点 对对对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你选择A以后 其实你的那个客户 已经受到了一个负面的影响 你认为是轻者自轻 但是别人可能认为 就是反对者说的有道理 而你胆怯了 任何一个公司 你的产品和你的品牌 比你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这就是你的生命 从这 那你选哪个吗 我毫无疑问是B啊 对峙 我甚至不忌讳跟他直接动手 这个完全不认同 把你公司的产品变得一文不值 韩虎显然是做策划很多 但从来没做过销售 到你这么做的话就全死了 你的客户 李浩阳你选哪个 肯定是应该选低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是在酒会场合 你多说一定是无益的 而这个时候呢 你尤其不要失去风度 如果失去了风度 你这场输得更惨 好 同意李浩阳的 我们来听下三位老师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道题其实就是看你在面对恶意竞争时候的危机处理 这四个选项 有勇有谋的 有勇无谋的 和无勇无谋的 你一开始恰巧选了一个无勇无谋的 对 因为一开始没看到他在那个以前的酒会上 就像你刚才回答各位boss的问题的时候 你从没有正面回答过问题 这是第一 二一个 你回答问题缺乏调理性和逻辑性 好 耿乐群你今天有异象企业是吧 对 咖啡之一 为什么呢 我可以从技术港做 运营一个技术港 除了他之外还有哪个 还有 梅老板呢 应个旅游 好 我可以问一下吗 在你的特长爱好里边 你的挣钱是你的特长还是你的爱好 你写在这里的时候 出发点是哪个 出发点是 我要在大学生活中实现经济独立 我在大一下 问你的语言 问题是是挣钱是你的兴趣还是爱好 所以我没说完 你就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是你的兴趣还是你的爱好 是你的兴趣还是爱好 爱好大学爱好 就现在九五后的创业大潮兴起很多人创业 各位老板对于九五后创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看 这个非常震恨 我可以说震恨 我们小听到的所有的创业故事 关于乔布斯 关于他们都是有技术的 注意 注意都是有技术的 我们今天听到的 99.99%的创业 所谓大学生创业 摆地摊 开张馆 送外卖 我觉得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我个人认为 不是说不应该去创业 是吧 在大学里头那么大好的青春 你不去好好的搞学习 这个世界上不缺乏一个去卖技术山的 但是这个世界是缺乏一个 这一点我不同意啊 很多的时候大家只是学你 可能还不热爱的一个事情 你要在大学的这个当中 发掘你的爱好 你到一个有创业氛围的企业 多学习一些知识 然后在这个平台之后再去创业 我觉得一个大学人创业 基本上具备这四点 第一个是商业的敏感度 就是整个对市场对用户对需求要非常敏锐 第二是要具备商业逻辑 就是对投入产出 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利益链设计 要有逻辑关系 第三个是要有追求 追求就是说 我是想把这个事做好 做到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 证明我能把这个事做好 而不是简单的功利心 那么第四个是坚定的决心 碰到任何困难毫不犹豫 誓死决战这样的决心 好 你刚才在听了这些老板们 对于创业制宿的要求之后 你觉得你具备这些制宿吗 现在还不具备 所以我说五年之内也不会去创业 我要在一个公司踏踏实实的工作 然后刚才我也说了 成长为一个能够临危寿命 力挽狂澜的人 还有力挽狂澜 来第二轮选择 徐贺累 还有四盏灯 中波提供岗位 我提供的岗位是 机密无品电视的线下渠道运营拓展 远方 其实我前面也介绍过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自由意义项目 是为大学生创业所准备的一个 清餐饮创业项目 他不是给你提供的岗位就是 运营储备干部 徐玲 提供的工作呢 就是运营管理的培训生 地点可以是在北京或者是上海 没向荣 你提供的职位是 银科旅游的运营管理岗位 你可以在我们的产品部 在市场部和电商部 来进行实习 然后最终来确定你的岗位 灭量 油量 十秒 天 对不起 有请尹峰梅向荣 谈情 不算感情 来写下你们的薪酬 八千加五千加 对这样的薪酬你满意吗 实习生拜托 对 都是被涂雷给刺激坏的 没事我没关系 又交手了啊 跟涂雷老师没什么关系 跟我的钱 他的钱又不是我的钱 谢谢 我有什么好被刺激的 对 你跟一个疯子讲什么道理 对 对吗 我在这个岗位上 实际上在一年前 我找过一个实习生 现在是他主管了我们渠道部 一般的江山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没错啊 有一段话呀 真的我都说的耳朵都气简了都 就是每次你总是喜欢打破常规 然后无底线的加钱 虽然你有钱 公司有钱 但是那你告诉我 你从刚才他的表现 他哪里值八千 实际上我迎口旅游是一个 高速成长的企业 实际上你到了这之后 我要求你的 就是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快速进入状态 不传扎实习港的问题 就是你到我这儿 谁是实习 但是我是按照一个正规的员工 来要求你的 是按照我们的要求 在我们这儿不说 你到这儿来 我就是实习 我来看看 不会的 您的企业 多么快速的成长 那是您的事 但是对于他来讲 其实他会把 接下来一年 两年 三年的职场生涯 交到您的手中 您应该为他负责 你这样 而不是一下来 刷出 我为每一个 从我们那儿的员工负责 不不 每个人都选择 他自己最适合 当然没种 你可以给八千 你甚至给一万 两万都没问题 但我只是觉得 作为一个知名的企业 您的这种价值取向 还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不能够总是拿钱来说事 刘家 如果他完了 我再一次负责人跟你讲 这个工资 是他提出来的 对我来说 我就是信出他的契约 你要接受这个 你要 对八千外交 你错 我就接受你的八千外交 你错 他没说八千 他开始说的八千 八千是说非实习港 后来说实习港 他自己说的四千 他说的四千 他现在是正式工资 你降不降 不降 你不用降 我只想告诉你 他开始说的是 正式工资八千 对吧 后来我说 你只能实习 你明年才比 他说了四千 是吧 我跟你讲了 你到了 到了银科 也是按照 真实员工的要求 要求你 好吧 是吧 然后 不管你选择谁 现在表面看起来 我有可能输了 但是我作为 你的初选的对象 我还是要说一句 一个创业者 需要基本上 要有追求 追求是指的 我先要把事做好 把我自己这个产品打造好 而不要摔倒在眼前利益上 其实我觉得 你看起来是非常像一个 有潜质的创业者 来把另外一时展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资高过于八千 我这句话问 问得很无意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观众笑 黎雅你觉得观众笑 有什么意思吗 就是觉得你们不吸人才 八十盏灯都灭了 观众们笑是 笑这八千块钱 能拿多久 对吧 观众我们不傻 一点也不傻 来最后十秒钟做出 咖啡之一 迎客旅游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迎客旅游 去吧